潘生黑进公司的电脑为自己出了一口恶气 多年来,他为公司兢兢业业 本以为今年的晋升大会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到头来,他还是敌不过走后门的 天生我才必有用 潘生戏谑地将职工牌抛到地上 他早已准备好了下家 此刻终于下定决心跳槽 新公司为新员工安排了航班 潘生踩上飞机,便见到了新同事与前辈安俊才 他笑着将一众同事的底裤都扒了个干净 潘生向安俊才充分地展现了自己的才华 借此得到了关注 但飞机要在瓦内转机 需在机场等待十个小时 为了帮助同事们解闷 安俊才带领着潘生等人 一同出了机场闲逛 但不想,一行人还没走出多远 便被一众混混包围 潘生察觉不妙就要逃跑 不料安俊才竟朝他追来 拉起来 一众程序员被带到了乡下 这里有着一个规模不小的公司 陆炳坤是这家公司的经理 他和善地带领众人参观公司 并向众人介绍,公司的业务十分广泛 上至金融,下底独裁 凡是灰色产业,几乎全部罗网 公司的职员有自愿,有被迫 他们无一例外的不能与外界联系 凡是想要逃跑的 都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那精彩的来了,美女荷官在线发牌 豆牛炸金花,龙虎豆,摆下了 怎么样,要不要加入啊 加入什么,搞诈骗 我不干,放我回去 潘生被迫留在公司 职工宿舍将脏乱差汇集一身 所有人都睡在地上 而妄图逃跑的人最可怜 像畜生一样被关在笼子里 我跟同事玩得很开心 无法依靠亲朋好友的察觉 潘生决定 靠自己向外界求援 她想从卫生间将求援信送出 却不想厕所里密不透风 在造成巨大的声响后 她与梁安娜意外相识 举报你就死定了 梁安娜并非是被迫进入公司的 她需要钱 并且她只要为公司完成500万的业绩 就可以脱离公司的掌控 我帮你完成业绩 你帮我出去报警好吗 听到潘生的话 梁安娜回忆起自己来到这里的经历 她本来是一个模特 却因为照片被黄色产业盗用 失去了商业价值 她的姐妹是这里的股东 向她推荐了这条财路 女人一旦发现自己可以凭借擦边挣钱 便不会再考虑其他 为了挣到这笔钱 她不远万里的来到这穷乡辟地 出卖自己的灵魂 这时 安俊才敲响了厕所的门 她要梁安娜即刻回到岗位 梁安娜借口打发走了安俊才 让潘生有机会销毁求救信 这才走出卫生间 如果下期有同样的问题 提早跟我说帮你排班 忽而卫生间里传来异响 安俊才觉得奇怪 便走进卫生间 马桶好巧不巧地冲不出水 听到安俊才越来越近的脚步声 情急之下 潘生从马桶里捞出了求救信 直接塞进了嘴里 好在公司的一项重要项目此刻展开 打断了安俊才的审问 这项项目波及的范围异常的广 就连即将毕业的大学生 也接到了广告 但就在这天夜里 他输得倾家荡产 公司不依不饶 又假意地给阿天 放出了内部消息 并给予了他大量的贷款额度 阿天毫不犹豫 照着内部消息下注 见阿天上钩 潘生用梁安娜的客服号乘胜追击 又给阿天推荐了其他项目 阿天在赌博的道路越走越深 开始拉同事 同学 甚至家人下水 南安娜的业绩开始直线上升 而阿天最终道歉一百万 贷款公司上门要债 拿不到钱 他们就要采阿天的血 眼见着阿天就要被采成人干 阿天的父亲终于凑够了钱 替阿天赎了身 为了防止阿天再次沉迷赌局 阿天的父母没收了他的智能手机 却不想家里的银行卡全被阿天偷了去 阿天还嫌不够 又再次进行贷款 他要把自己赔进去的钱全部赚回来 阿天赎了是在俄罗斯中国同事喀根 喀根 喀根 帮我一个忙 干嘛 加客服微信帮我下注 你跟他说 买播单韩国二比零一赔一百五十一 韩国快开始快开始 好 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的是游戏 志强正好 宋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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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天已经输光了父母和自己的钱 他没有办法 只能找到眼花的奶奶家 将奶奶昂贵的玉琢偷了出来 自责与贪念 来回在她的内心做争斗 女友向警察报案 那封原始邮件 你还有吗 有 通过原始邮件 警方追查到了寄信人 但案件的进展并不能阻止此刻已经疯狂了的阿天 他以此相破 让母亲交出自己的手机 我手给你拿 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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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没有 一拿到手机 阿天便开始联系潘生 陆炳宽和安俊才在一旁 为攀升出谋划策 要将阿天拉入币圈 阿天毫不犹豫 将全身身价入股 公司即刻展开行动 他们要一口气吃掉阿天 我怎么说 你怎么说 你登录我的账号 密码是25125 要这样啊 银行下班了 转账会延迟 你资金量大 平台会跟几个账户收款 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 另一个人 他跟我说 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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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不准算 四分钟快点 前不准算 十分钟啊 十分钟 接下来 阿天就此心晦意冷 心生绝面 我回不去 所以他们来了 一边尸骨未寒 一边张灯结彩 陆炳坤在所有员工的面前 褒奖了梁安娜 同时也为潘生举办了一个隆重的生日会 潘生 上来 来嘛 所以让我们大家一起去拍生日快乐 你看啊 我们赚那些傻子的钱 养活这些兄弟 不是我们还 玩游戏 同家得手 赢自己的本事 但是一个人 就一次机会 潘生没有想到 居然有人会记得自己的生日 她有些感动 并在梁安娜的劝说下 有些动摇了 她开始思索 自己是否应该离开 而与此同时 梁安娜的业绩也达标了 陆炳坤将她的护照归还 嫁给我 梁安娜不肯 陆炳坤便不给她护照 她要挟梁安娜顺从 却被潘生打断 潘生为了救下梁安娜 主动提出要与陆炳坤合作 并许诺梁安娜 一定会帮她离开 我帮你设置一个动态口令 把你的手机变成 唯一能访问服务器的终端 把人工克服功能 全部放在APP里 新活萨码以后 直接跳转到一个群 效率更高 还有什么要求 可以把我的电脑 跟硬盘还给我吗 我回几个微信 潘生在一张钱上 写下求救的暗号 他借着梁安娜出游的机会 将钱交给了她 计划失败 两人再次回到公司 潘生因功劳甚大 晋升到了组长的位置 见员工们懂事了 陆炳坤也懂得给手下卫堂 他特准员工们放一天价 但前提是 不能泄露这里的任何事 潘生借机将那张写有暗号的钱 交给其中一个员工 希望计划能够成功实现 却不料那张钱被安俊才拿去便利店买烟 陆炳坤下一秒就接到消息 他的手下将那个员工打得半死 而安俊才却闻到了钞票上咖啡的味道 无奈之下 潘生只得站出来承认 没有想到梁安娜也同时上前 这是我写的 离开车你就自由了啊 走啊 在这一支片别人有什么意义呢 这是我写的 你罚我啊 我是在罚你啊 打当他腿 胖身的腿被打断 事情就此告一段落 而就在安俊才送女生们回宿舍时 梁安娜却忽然跳下了车 梁安娜一路逃到了警局 他向警察揭发了陆炳坤的暴行 并请求警察快点去救那些员工 可就在这时 他在桌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图案 与此同时 门被锁上了 当地的警方与陆炳坤狼狈为奸 他们拿下了梁安娜 并将他交还给了陆炳坤 而陆炳坤这次也没有原谅他 将梁安娜装进麻袋 又在袋子里塞上石块 麻袋应声入水 梁安娜沉入湖底 几乎就要死亡 半晌后 他被捞了出来 安俊才将梁安娜的护照 归还给了他 他竟偷偷地放梁安娜离去了 阿天的女友小雨 再次找到了警察 她希望警察能够尽快地抓到罪犯 在回家的路上 小雨忽然发现了车上贴的小广告 小广告上梁安娜的脸 和阿天联系的那个客服的头像 一模一样 发现线索 警方即刻行动 他们找到了小广告的制作方 通过他们内部的信息 锁定了模特公司 警察再次研究起阿天的聊天记录 竟隐含着求救信号 梁安娜回到家中 她推开家门便看见了母亲 母亲的旁边站着一位警察 有过经验上的教训 梁安娜想都不想便拔腿就跑 在她的意识里 警察已经和陆炳坤串通好了 警方带梁安娜来到反诈宣传中心 让梁安娜听到受害者们的消息 他们想借此打开梁安娜封闭的内心 受害者们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不计其数 希望有线索的人 能提供出来 帮助我们 我知道你也是被骗的 现在有很多人都需要你的帮助 终于 梁安娜为警方提供了线索 中央高度重视这起事件 他们集结了警力奔赴瓦礼 独立达 不然不敢说这一套 那是个真正的 我希望会他的 只能够给阿托亚扫魔秀他吧 等他猫龙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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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虽剿灭了公司的据点 但陆炳坤神通广大 早已窒息了情报 并且先一步的进行了转移 那家饼 不止如此 在警方返回的途中 意外的暴动忽然发生 这时 华侨商会会长赶到 替警察们解了围 据会长所说 当地的公司文风丧胆全部撤离 村民大量失业 所以才会发生暴乱 警察无奈 他们在境外没有执法权 如今 人微力薄 根本找不到陆炳坤 就在这时 潘生的前同事发现了 自己和潘生聊天记录里的端倪 独属于程序员间的表达 让同事明白了潘生的意思 他连忙将电话打给警察 将自己知道的情报共享 警局连忙按照同事的见解进行排查 终于找到了陆炳坤藏身的学校 他们借外卖给潘生传递的消息 让潘生引发火灾 好以消防的名义进入学校 计划成功进行 警员出动 势必要逮捕陆炳坤 陆炳坤见识不妙 就要提枪跑路 不想安俊才手中的剪刀 忽然戳进了他的背部 陆炳坤秘所有人将电脑砸掉 随后带着女儿找到潘生 他自知已经无路可逃 便将女儿交给潘生 要潘生带女儿去找妈妈 警方很快将所有人都控制住 眼见着大家都难逃一死 安俊才忽然开枪 一枪射出 骚动随之引起 所有的员工都开始暴乱了起来 事后 陆炳坤被判处了死刑 梁安娜有期徒刑两年 潘生被迫入伙 且戴罪立功 没有受到任何刑事处罚 于是两年后 众人一同来到反诈宣传中心 潘生现身说法 揭秘了诈骗的步骤 却没有察觉 坐在后排的艺人 手持着公司的徽章 如果一个男人几十年如一日的偷吃 却一直没被妻子抓包 有可能是他隐藏技术高超 也有可能是他的妻子也偷吃了 如果一个男人第一次偷吃就被发现 有可能是他运气太差 也有可能是同量偷吃的妻子在等着抓他的把柄 两对夫妻 一对努力维持恩爱人设 却偷吃诚信 一对精神身体双双偷吃 却迫近重圆 这部韩国电影再次尺度大开 用轻松诙谐的镜头语言 探讨越界之后 夫妻之间的相处办法 西根原来是一名云霄飞车的设计师 干了几十年后 感觉自己到了平静期 开始改行开出租 这天一个眉头紧锁的女人上了西根的车 女人声称小三也坐在车上 和自己的丈夫正准备去酒店偷吃 这事怎么能忍 西根立刻一脚油门跟了上去 奔驰在一间酒店前面停了下来 女人的丈夫搂着一个大长腿妹子下了车 终于等到了这一刻 女人尖叫着冲过去手撕俩人 热心的西根急忙下车帮忙拉架 混乱之中 女人不小心碰到了西根不可描述的某个部位 随后理了理头发 在所有人疑虑的眼神中 转身回到了西根的车上 西根也紧随其后上了车 新照不宣的两人一起去了宾馆 辽妹技能满格的西根 是个偷吃专业户 结婚二十多年的她 一直在偷吃的路上 不过相比于西根的月女无数 妹夫凤秀简直和她是两个世界的人 她和妹妹美英开了一家意大利餐厅 纵然有美女顾客主动暗示 周末自己有空 凤秀也只会追上美女 热情的地上一瓶酒 面对这样的一个钢铁直男 美女虽然脸上挂着微笑 心里却已经跑过了一万只小羊驼 凤秀蹦蹦跳跳的走远 正好看到西根和新欢女人坐进车里 西根也不避讳 在凤秀错愕的眼神中亲了女人一口 之后一脚油门把车开走了 今天是嫂子谭德的生日 下班后 西根沿路烧上了凤秀 载她一起回家 凤秀问起她和下午那个女人的关系 西根满不在乎的肯定了凤秀的猜测 凤秀立刻怒了 偷吃本就是天理不容的事 而且今天还是嫂子的生日 两个男人到家时 女人们已经准备好了晚餐 西根拿出价值不菲的戒指 还送了谭德一个爱意满满的拥抱 狗粮吃饱的美英 看到直翻白眼 哥嫂一直都是她眼中的模范夫妻 只是她不知道的是 晚上上床后 这对恩爱夫妻就会回到相敬如宾的状态 躺在谭德旁边时 西根总是可以一秒睡着 吃完饭后 美英和凤秀回到自己家 俩人也早已过了新婚的激情期 都失去了探索对方的兴趣 一个专心做操 一个安静搭乐高 如果还有什么是必须要俩人一起完成的 大概就是搭活生孩子了 美英算了下 自己已经到了排暖期 俩人这才穿着衣服紧急做了功课 第二天一早 两个男人一起在院子里晾衣服 西根早已看穿 美英和凤秀的婚姻是一潭死水 建议凤秀去外面找找刺激 从而重燃对婚姻的激情 说干就干 西根当晚就把凤秀 带去了自己的艳遇宝地抬球厅 没一会儿 烈焰红唇穿着紧身衣的珍妮也来了 长相甜美 身材火辣的她一出现 就吸引了在场所有男人的目光 珍妮和西根已经是老熟人 俩人热络地打了个招呼 西根将凤秀介绍给了珍妮认识 打完招呼之后 珍妮拿起球杆 俯身大袖球技 男人们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 男人不停地向珍妮道歉 西根像是唯恐天下不乱 不停在一旁拱火 谁知珍妮竟满不在乎 脱掉了湿搭搭的内裤 直接打结做成发圈扎在头上 这下男人们更疯狂了 一个个蹲在地上 想要偷看珍妮裙底的风光 凤秀看不过去了 将自己的外套盖在了珍妮的腰上 在这么一群油腻男中 正经的凤秀像是一股清流 珍妮开始留意起她来 散场后 珍妮挽着西根走在前面 凤秀亦步亦驱地跟在两人身后 西根聊起自己做设计师时的成就 给自己贴金 珍妮配合着对她一阵夸赞 西根准备带珍妮 再找个地方happy 三个人同行终究太过拥挤 西根催促凤秀先自己回家去 珍妮却突然开口挽留 因为肚子一直没消息 美英决定带凤秀去医院检查一下 凤秀无奈地拿着小盒子进了房间 但是这一刻紧张刺激的影片已经不能打动她了 凤秀乏味地看了一眼就直接关掉了 她闭上眼睛 珍妮没有预兆地突然出现在了她的脑海里 凤秀沉浸其中 感受了不花钱的罪恶感 完事后 凤秀和美英一起回到餐厅 没有意外今天又是无比惨淡的一天 主厨高俊却从没被生意困扰过 一如既往的笑容满面 高俊是美英学厨师的同学 不过她的厨艺从没在凤秀这里过关过 高俊兴致勃勃地端来了自己刚做好的意大利面 凤秀吃得眉头紧锁 无论是酱汁还是面条 都实在是一言难尽 其实凤秀一直想做的是中餐 还特意为此去中国学习了半年 但是美英就是坚持要让高俊来做主厨 凤秀一直想不明白 她坚持的原因是什么 十点一到 高俊准时打卡下班 凤秀看了一眼冷锅冷灶 叹口气也准备关门离开 不知何时 一袭白衣的珍妮竟坐在了大厅里 凤秀抱歉地表示 现在要打烊了 珍妮也没有强求 拎起包站了起来 凤秀亲自下厨 给珍妮做了一碗浓油赤酱的炸酱面 珍妮吃得非常满意 令凤秀无比意外的是 珍妮竟对中餐也颇有研究 两人聊起对中餐烹饪的见解 气氛十分融洽 珍妮忽然问起凤秀和美英的故事 老实的凤秀有问必答 认认真真的回忆起和美英的过往 珍妮脸上的笑容慢慢凝固了 她不露声色地站起来走到门口 既然珍妮已经说得这么直接了 凤秀也就没有再推辞的道理 在荷尔蒙的驱动下 两人去珍妮的家里滚了床单 结束之后 凤秀提心吊胆地回了家 美英正在沙发上等她 凤秀决定先发制人 不等美英提问 赶忙开始自说自话 她强调 今晚突然被朋友约出去 所以回得晚了 并且信誓旦旦的保证下不为例 为了清除作案痕迹 凤秀钻进浴室想要洗澡 美英回味之后觉得不对劲 拿起凤秀的外套闻了闻 她又翻了翻口袋 里面竟有一条粉色内裤 面对妻子的质问 凤秀顿时面如死灰 虽然那次和珍妮的约会 并没有擦枪走火 但西根还是帮凤秀背了锅 嫂子谭德生气地将西根赶出了家门 无处可去的西根 只能敲响了美英家的门 身为女人 美英和嫂子狠狠共情了 自然不愿让哥哥进门 凤秀内心有愧 想要帮着西根说点好话 却被美英三两句就怼得不敢开口了 西根没有办法 只能去储藏室里待着 谭德知道后顿时心生不忍 她默默整理了西根的行李和物品 想让美英帮忙拿过去 美英惊讶不已 觉得嫂子对哥哥实在是过于仁慈 谭德苦笑一声 原来这么多年 谭德早就知道西根一直在偷吃的事 但是深爱西根的她 选择了隐忍不说 美英觉得 谭德不该一直这样 没有底线地包容西根 但谭德似乎早已自洽 另一边 凤秀偷溜进储藏室里来看西根 西根兴奋地拿出 之前坐云霄飞车设计师时的画纸 原来这些灵感的来源 都是她偷吃的女人们 凤秀震惊地翻看着画本 西根挨个给她介绍 每段线条的出处 看着西根用艺术包装 自己道德败坏的事实 凤秀一时都不知道从何骂起 第二天 西根带着内裤 找去了珍妮工作的舞蹈室 虽然想不通 内裤怎么会在西根这里 但珍妮还是诚挚地向她道了歉 既然已经受罚 西根提出 想和珍妮更进一步 谭德在家里翻出了西根 送给她的LV包包 因为成天只能在家里忙活 她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背她 出门买菜前 谭德突然来了兴致拿上了她 她去菜场买了西根最爱吃的海螺 得知丈夫竟送了这么贵重的包包 老板娘不住夸赞 谭德听得眉飞色舞 似乎找到了西根还爱着自己的证明 买完菜回家的路上 踩着自行车的谭德 在一个拐弯处撞上了几尺而来的卡车 等到西根赶到医院时 谭德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西根好像瞬间变了一个人 爱斗机灵了她 变得沉默安静 她开始不时地发呆出神 生活工作也都变得一团糟 这天晚上睡觉时 久久睡不着了她 起身去上厕所 不慎踩到积水 摔在地上再也不能动弹 第二天一早 美英和凤秀准备出发去店里 看到西根家大门紧锁 不放心的美英决定进去看看 西根已经在地上躺了一夜 美英急忙把她扶了起来 看着西根终日这样魂不守舍 美英很是为她担心 西根瞬间呆住 原来她以为的天衣无缝 原来只是掩耳盗铃 真相却是啪啪打脸 凤秀和珍妮开始了快乐的偷心生活 凤秀总是一有空就溜去珍妮家里 在和美英枯燥的婚姻生活之外 凤秀找到了太多别的乐趣 俩人还会做好美食 将车开到野外运动 剧烈的震动 很快就吸引来了在附近跑步的老头们 大家一个个躲在树后 关注着车里的动静 谁料 太过投入的俩人 在运动时不小心碰到了手杀 汽车失控 撞上了前面的石头 看着被拉走维修的小车 珍妮建议凤秀 趁机换辆车 凤秀无奈地说出自己的财力状况 为开这家意大利餐厅 她和美英欠了银行一屁股债 珍妮鼓励凤秀 尝试做中餐 但是餐厅在美英名下 凤秀的话语权实在是有限 凤秀决定听从珍妮的建议 去给他们展示一下 自己真正的实力 她把兄妹二人和高俊都喊到了店里 给他们精心做了一桌中餐 事实胜于雄便 美味面前 大家立刻折服 餐厅开始改卖中餐 凤秀也顺利升级为主厨 好味道自带广告效应 餐厅马上开启热卖模式 每天都是门庭若市 人逢喜事精神爽 凤秀和美英的关系 也变得更加清静 美英对这份久违的激情很是受用 她迫不及待的就要拉着西根 分享自己的快乐 作为男人 西根第一时间就感受到了背后的不寻常 这天是美英的生日 凤秀买了礼物和蛋糕 回来给她请生 西根趁机在屋外拦住了她 凤秀自然是坚定的否认 她借口 外遇要花费太多的时间 而现在餐厅生意这么火爆 她根本抽不出那个时间 西根听得将信将疑 害怕路线的凤秀连忙溜进了房间 看到凤秀给自己准备了礼物 正在剁肉的美英 兴奋地拿着刀就冲了上来 她一层一层割开礼物盒的绳子 一条精致的名牌睡群 正静静地躺在盒子里 就在美英沉浸在收礼物的快乐中时 凤秀被一条短信吓得慌了神 原来是珍妮竟没打招呼 找到了她家门外 凤秀慌忙把窗帘拉好 然后借口扔垃圾溜了出去 看到凤秀过来 珍妮开心地扯开自己的大衣 原来她竟为两个女人 准备了两条一模一样的睡群 只不过给错了尺码而已 担心被美英看到 凤秀催促珍妮快点离开 看着凤秀慌忙回家的背影 珍妮这才知道 自己只是一时的需要 但是她已经身陷其中 放不下凤秀的珍妮 决定为俩人的关系冒个险 第二天 珍妮突然出现在了餐厅里 当看到两个女人面对面坐在一起 正在后出忙活的泰秀 觉得天崩地裂 就在她不知道躲在哪里才好的时候 美英走进厨房 美英对珍妮很是满意 拖着凤秀一起出来看看 凤秀鼓足勇气 坐到了珍妮对面 装模作样地开始询问她的资料 尽管凤秀一再想要证明 珍妮不适合这份工作 但是美英却觉得 和珍妮很是投缘 坚持要聘用她 这还不够 当得知珍妮很会做家事时 美英还将她带回了家里 全权负责照顾西根 为了不引起美英的怀疑 西根也努力装出 和珍妮第一次见面的样子 感觉到哥哥又重新变得活力四射 美英对自己的这个决定很是满意 在珍妮无微不至的照顾下 西根慢慢走出了谈得离世的阴影 四个人开始经常凑在一起聚餐 珍妮故意在凤秀眼皮底下 有事没事就和西根凑在一起 这一举动果然引来了凤秀的不满 她拿起手机 开始不断给珍妮发送表情包 美英伸手拿过来想看个究竟 好在凤秀机智 早就将珍妮的备注改成男人名字 美英开始嘲笑起她的幼稚 凤秀被吓得连忙喝水压惊 不想再过这种 心随时都要提到嗓子眼的生活 凤秀决定和珍妮做个了断 她趁着西根上班后 溜进了她的家里 真诚地劝解珍妮 从自己的生活里暂时离开 他们可以再像以前那样 隔三差五见上一面 但是珍妮现在显然已经上头了 她对凤秀的爱 让她不能一直这样无名无分地躲在角落里 很显然 这对于凤秀来说 简直就是送命题 不知如何回答了她 看到珍妮解开上衣扭扣 更是吓得贪作在地 阻止无效后 凤秀半推半就地从了珍妮 不久后 美英下班了 透过窗帘 亏看到珍妮正在哥哥的床上翻腾 美英打电话给凤秀 一起分享这个八卦 凤秀努力 没让美英发现异样 一天下班之后 西根去了谭德的墓地 令她没想到的是 妻子的墓前 竟有一束刚插上不久的鲜花 西根吃了一惊 那项乖巧的妻子没有朋友 按理来说 不会有人跑这么大老远来看她 西根直觉 这束花来得不寻常 她立刻驱车回家 在家里一顿翻招后 竟发现在一个不起眼的抽屉里 放满了谭德和一个男人的信件和合照 男人是盲人按摩店的按摩师贤兵 西根知道 谭德已经在她店里按摩了十年了 绿帽从天而降 西根觉得 自己就像是傻子一样 被两人戏弄 她气急败坏的 一把火将这些信件和照片全烧了 凤秀听到动静也赶了过来 西根杀气十足地转身离开 西根等在妻子的墓前 她一定要亲眼看到给她送花的人 不出她所料 来的人真的是贤兵 西根拿着木棍站在贤兵的身后 她想要狠狠教训这个 让自己受辱的家伙 贤兵虽然有些抱歉 但并不觉得他们有错 这么多年 她知道谭德因为西根的不忠 独自承受了多少委屈和寂寞 西根提起拳头想要抱走贤兵 却发现自己没有任何底气 她努力去探索外面的世界 外面的女人 现在才发现 她对身边人的了解 竟不如一个外人 西根推倒了贤兵 踩下油门开始高速奔驰 后知后觉的她终于承认 自己作为一个丈夫 原来是这么失败 晚上满心愁闷的西根 把凤秀约出来喝酒 看着失去之后才懊悔 却再没有资格补救的西根 凤秀一边安慰着她 一边想着自己 回家后 美英正坐在床上织毛线 凤秀说起 刚刚和西根一起喝酒 美英没有说什么 只是许愿 凤秀以后能多陪陪自己 原来小天使已经悄悄来了 凤秀震惊地坐在床边 看着美英 次日清早 珍妮看到了 美英晒在院子里的那条 和自己一模一样的睡裙 原来哪有什么真心 不过就是随手再多买一条 珍妮顿感失望 将自己的内奸挂在朋友圈售买 美英很快就刷到了这条信息 一切太过巧合 她开始怀疑两人的关系 趁着凤秀在厨房忙活 美英悄悄拿到了她的手机 找了一圈 没发现什么线索 只在短信里看到 凤秀约了几天后 冀州大饭店的餐位 美英把手机放回原位 狐疑地趴在墙上观察两人 原来高俊是美英的前男友 两人在美英婚后 没忍住就情复燃了 动机不纯的高俊 还偷偷录下了两人的亲密视频 并用这个视频要挟美英 所以尽管知道高俊处意差劲 美英也只能一直把她 留在餐厅工作 看到美英和凤秀的感情持续升温 高俊吃起了飞醋 她威胁美英 要将手上的视频都发给凤秀 六神无主的美英 只好找到西根求助 西根虽然很是无语 但亲妹妹必须得帮 她将高俊带上车后 锁紧了车门 奥斯卡影帝上身的她 突然开始飙泪 西根不断加速后 在紧急刹车 撞得高俊鼻血直流 西根却似乎没准备停下 高俊苦苦哀求 只要西根能放过自己 自己绝对不会再纠缠美英 天亮之后 西根亲自将高俊塞上船 送她去了千里之外 可惜的是 美英还没为西根解决掉 高俊这个麻烦开心多久 珍妮的一条朋友圈 就引起了她的瞳孔地震 珍妮称 自己将去冀州大饭店赴约 美英立刻就联想到了 凤秀的手机短信 几天后 珍妮和凤秀 齐齐献身饭店 珍妮知道 凤秀是来和自己告别的 但她不甘心就这样结束 凤秀呆若目击地听完 她猜不透 珍妮想要做什么 珍妮不再多说 微微一笑开始点餐 美英此时也赶到了这里 珍妮听到后喊她时 凤秀则趁机钻进了桌子底下 美英扬称自己也是来赴约的 因为时间还没到 她坐到了珍妮对面 躲在桌子下面的凤秀 吓得大气也不敢出 美英装作无心地 打听起了珍妮的男朋友 这才发现 所有的细节 都可以和凤秀对上 两个女人探头找人时 凤秀已经第一时间逃走了 她先是躲在餐厅的柱子后面 引起饭店里其他顾客的关注之后 她开始疯狂往门口逃去 结果 却迎面碰上了 匆匆赶来的西根 凤秀向西根保证 自己一定会和珍妮断干净 以后也会和美英好好过日子 这时 凤秀提前准备好的蛋糕被推了出来 原来今天是珍妮的生日 西根悄悄出现在了珍妮的身后 她和美英解释 饭店是她委托凤秀帮忙订的 自己才是珍妮背后的男人 西根开始杜撰 自己和珍妮的爱情故事 珍妮知道 她是想要快点平息这一切 她没有拆穿西根 只是静静地在一旁听着 美英总算是安心了 确认了珍妮和凤秀的清白之后 她开开心心地回家去了 等美英走后 西根提出 既然气氛已经烘托到这了 希望珍妮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 珍妮哑然失笑 觉得没必要为了他们真的把戏作权 没多久 凤秀和美英的孩子顺利出世 五个人和谐地生活在一起 《疯疯疯》是2018年上映的 韩国爱情喜剧电影 改编自杰克电影《有希望的男人》 她以冀州岛为背景 讲述了四个梦想摆脱日常生活的男女 重新找寻真正爱情的故事 片中家庭成员都在日常偷吃 但在编剧的编排下 偷吃居然成为一种能促进家庭和谐的浪漫事情 这也反映了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即许多人不满足于日复一日重复的生活 追求更具有激情和刺激性的生活方式 对于这样一部既带有喜剧元素 又不落俗套的电影 无论是剧情的反转 角色的刻画 故事的主题都比较有意思 是一部气氛轻松的电子榨菜 人只要坐在了赌桌上 又有了一个统称 那就是赌徒 可殊不知十赌九输 不过有一种人 却是赌桌上绝对的王者 那就是老千 而比老千更可怕的是女老千 相比寻常老千神乎奇迹的手法 赌徒往往会被他们的美貌所欺骗 最终落入圈套 可谁能想到 眼前这个光鲜亮丽的女老千 一年前还只是个连斗地主都玩不明白的学生 虽然父亲死得早 不过靠着大笔的抚恤金 善美母女三个活得还算不错 这天晚上善美跟母亲以及姐姐行驶在回家的路上 姐姐突然说 她被交往很久的男朋友求婚了 看着她带上男友送的钻戒 车上的母女三人喜笑颜开 或许这就是一语成诚 突如其来的抢劫杀人 让原本还沉浸在幸福的母女三人 彻底堕入深渊 第二天 善美在医院醒来 可她却看见身边只有姐夫一人 看着哭成累人的姐夫 即便善美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可她还是没法接受这样的晴天霹雳 母亲当场身亡 而姐姐被打成了植物人 更要命的是 她肚子里已经有了孩子 站在病房前 善美久久不愿离去 姐姐现在是她唯一的家人了 而警察告诉善美 因为出事的路口缺少监控 而且劫匪的车牌号是事先遮挡住的 所以调查到现在 他们仍旧一无所获 不过好在蛛丝马迹还是有一点的 他们在现场捡到了扑克牌样式的烟盒 那是现场唯一能当作证物的东西 善美决定利用这条线索查下去 于是她把烟盒的照片发到跟棋牌有关的论坛上 很快就有人认出那烟盒上的图案 是地下赌场专用的扑克牌样式 而那里跟正规的赌场可有些不同 与此同时 一个长相俊俏的年轻人 先善美一步推开了地下赌场的大门 他的气场跟周围的赌徒截然不同 几轮下来 赌场里的常客被他赢得个血本无归 而地下赌场之所以跟正规赌场不一样 是因为这里的每桌排局 都会由老千去控制客人的盈亏 来保证赌场的利益最大化 老板知道这回是碰见高手了 于是他亲自上桌 想要跟对方切磋一下 而老板的加入 果然让排局发生了些许微妙的变化 年轻人不在一家独大 一连三局 他没有占到一点便宜 以至于最后一局 老板直接all in压了几百万上去 而这就是顶级前王才有的自信 只不过年轻人看出了他的把戏 于是最后一场赌局戛然而止 自从老板当家后 这家赌场从没有让任何一个客人赢过钱 但这个年轻人是个例外 因为如果刚才老板没有换走他手牌的话 最后输的会是老板 他警告年轻人以后别再来了 毕竟在这出签的有他就够了 那只对方却表示 他其实是来这找工作的 而此时在医院的天台上 善美还在纠结地下赌场的事 而这时姐夫告诉善美 医生建议他们放弃治疗 善美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姐夫 他还没有让那群罪人跪在姐姐面前道歉 现在让他放弃治疗 善美怎会甘心 一瞬间 他心中谨慎地迟疑一扫而空 当天晚上 善美就带着钱来到地下赌场 他要利用这笔钱 找出那个伤害自己家人的凶手 作为初学者 他要玩的就用花牌来比大小 看他认真的在计规则 老板娘一脸细血 游戏开始 每个人都是看了眼牌才去押注 善美连牌都没看就all in了 这样大的手笔吓坏了灵桌大叔 但老板娘可不吃他这套 他亮出自己七壶的大牌 随后就想收走一桌子的筹码 善美的运气爆棚 他的手牌竟然是十壶 善美小赚一笔 却没有急着收钱 因为他真正的目的 其实是想问问周围的赌徒 见没见过烟盒上印的那张扑克牌 那只周围的人只是看了一眼 就都像见了鬼一样不敢言语 而善美的好运也很快就到头 几天下来 他输光了姐夫拿钱换来的全部筹码 而他的悲惨遭遇 也被一旁的小泽看在眼里 而此时老板娘正在给他上最后一课 原以为最后这趟他就要无功而返 没想到在门口 他遇到一个带着情妇的六指男人 此人十分嚣张 善美不小心撞了他一下 差点挨了一顿胖揍 还是情妇及时出声将其拦下 细心的善美猛然注意到 情妇手指上佩戴的钻石戒指 好像是自己姐姐的 回去的路上 他把手机里扑克牌的照片删掉了 与其这样漫无目的地去寻找 或许他的确应该想想新的生活 五个月后 姐姐终于从ICU转到了普通病房休养 善美很感激姐夫对姐姐的贴心照顾 一切似乎就要回归正轨 那只厄运却再次降临 植物人状态的姐姐突然病情加重 好在经过急救 姐姐的命保住了 可是小外甥却没能保住 可更令人崩溃的是 护士居然说 孩子可能不是姐夫的 善美做梦也没想到 姐姐居然是被别人强奸才怀了孕 她猛然想起那个六根手指的男人 那间赌场 那张扑克牌 这一切绝非偶然 于是她要姐夫帮忙调查 有关那间赌场的一切 而真实情况比善美想得更糟糕 这时姐夫递过来了其他资料 里面还有帮派的一把手巨大星 和那个新来的小泽 而比较有意思的是 他们之间似乎存在某种关系 于是善美决定从小泽作为突破口 她选择白天人少的时候 去赌场见小泽 小泽一脸鄙夷 但很快察觉到 她来着是有所求 可她没想到 善美是来给她送钱的 即便知道自己手牌 不占优势的情况下 她依旧选择全压 最后输了个金光 但临走前 她贴上了小泽的耳朵 这样深刻的话 居然是从一个少女嘴里说出来的 被勾起好奇心的小泽追了出来 她奉劝善美 如果她完牌的实力只有这样 想利用赌钱找人复仇的话 那她最好选择放弃 但善美坦言 如果放弃 那才是真没有赢的机会了 小泽没想到 自己的真实身份会被人戳穿 但善美并没有用这身份威胁她 她只是带小泽来见自己的姐姐 直言自己要找六指复仇 小泽觉得 她却是天方夜谭 但善美却扒开了小泽进入赌场的伪装 其实他们的目的一样 都是找人复仇罢了 只不过善美没想到的是 小泽要复仇的对象巨大心 其实是她的亲生父亲 但小泽满脸都是不在乎 因为她从日本飞到韩国 只是有一个问题想问她 二人开诚布公达成同盟 小泽决定从零开始 叫善美学习签署 第一步就是识别扑克牌 是否动过手脚 有些牌从工厂印刷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被做了记号 而善美买回来做练习的牌 几乎都是假牌 但是在一名真正的老千这里 就算是假牌 也能发挥出真牌的作用 善美被震撼得五体投地 殊不知 这才只是千束的皮毛 她很担心 如果牌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但小泽却说 没有的东西又怎会被发现 而且如果有东西比人眼更快 那就一定是老千的手速 而不仅是各种手艺 洗牌也是有门道的 因为只有让纸牌堆叠到自己想要的角度 才能方便老千出千 不过善美明显还没有那种水平 于是她只能不停地去练习 从刷牙到吃饭 再到睡觉 全天24小时无休 直到有一天 她终于用出了和小泽一样的藏牌术 她终于出师了 那天晚上 赌场里的老板娘 正嫌来无事想要找乐子 此时焕然一新的善美登场了 去掉书呆子的眼镜 露出高挑的大长腿 此时的善美 俨然一副附加千金的模样 眼看她又来送钱 老板娘乐坏了 看她从包里掏出成滚的钞票 老板娘眼睛都直了 她老这样出来造福社会 自己不多赢她几回 哪说得过去啊 殊不知此时的善美已经脱胎换骨 通常在牌桌上 新手会对明面上的牌 深信不疑 高手会保持怀疑 并确认自己的底牌 但老千不会在意任何一张牌 因为她想要哪张牌 哪张牌就是她的 有善美在 今晚的赌场 绝对是大出血 眼看老板娘一副 要吃人的模样 善美马上准备优雅的退场 此时老板还在傻呵呵地问小泽该咋办 殊不知 眼前的小泽就是她这方的叛徒 小泽表示 现在要放长线钓大鱼 但为了保证万无一失 下次要找一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高手 老板娘眼珠子一转系上心头 几天后 善美应邀来参加牌局 但她不知道的是 这次她要对付的竟是六指的情妇 作为六指的左右手 她负责管理赌场的财物 善美知道 这是她接近六指最好的机会 见老板娘要来搅局 善美提议 就她和情妇两个人玩 毕竟只有高端局才不会浪费时间 情妇欣然接受 但挑衅她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情妇让老板抬高赌注 输掉一亿 可以砍一根手指替代 毕竟 她哥哥可是那个名气响当当的六指 那只善美不屑一顾 砍手指有什么吓人的 不是也有那种砍掉多余手指会更正常的人吗 就比如她哥哥 情妇的脸色阴沉下来 但很快 一起阴沉下来的还有她的排运 随着善美一声加注 现在情妇的一只手 已经不够砍了 见情妇输光了筹码 善美笑嘻嘻地说 要借给她几百万 而这也让情妇动了火气 接着到卫生间补妆的空隙 她要六指公司 给自己打几千万应急 哪知她输钱的事被高层知道 公司竟要选择冷眼旁观 于是情妇动了歪心思 她威胁小弟 把公司的钱拿来给她赌博 要是小弟不听话 她就会告诉六指 是小弟对她图谋不轨 而为求保险不再输钱 情妇还要小弟 看好善美的底牌 但如此拙劣的签数 善美又怎会没有防范 最后一局 双方压上了几个亿 但善美不光选择all in 还追加了一件东西 那就是情妇无名纸上的那枚戒指 见善美还在嘚瑟 气急败坏的情妇 要人拿出金库里所有的钱 这次 她不光要善美输光全部身家 还要她输掉十根手指 又当情妇准备看善美笑话时 善美露出自己的底牌 原本的方块三 竟已经变成了红桃K 最后点数刚好大情妇一点 不甘心输钱的情妇 竟当面耍诈 要老板去检查善美 可就在此时 善美的姐夫持枪闯了进来 原来她见善美一直没有出来 救人心切的她 竟不顾个人安危冲了进来 可看见情妇手上戴着未婚妻的戒指 她再也压抑不住心底的悲痛 原来情妇并不知道戒指的来历 她还以为是六指买给她的礼物 此时趁着姐夫去捡戒指 老板拔出刀来要杀掉她 二人扭打在一起 直到一声刺耳的枪声响起 此时事态发展已经超出了善美的控制 他们只能先逃之夭夭 老板眼神呆滞 抱着受伤的胳膊走出来 没错 死的那个人正是六指的妹妹 直到开车逃出去很远 善美才意识到 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 情妇见出的鲜血洒在她身上 人血应该是热的 可她现在却手脚冰凉 好在小泽一直陪在她身边 两个人惺惺相惜 竟蔓延出了感情 等善美缓过来 她发觉六指等人 虽然是伤害她家人的罪犯 但她好像并不知道 自己杀的人到底是谁 或许从一开始她就想错了 但悲剧已经发生了 而且小泽的身份也已经暴露 他们必须想想 接下来该怎么办 此时六指已经找上了老板 但讽刺的是 她对自己妹妹的死毫无感觉 因为在她眼里 比人命更重要的是钱 疯狂的六指把老板娘拽过来威胁她 老板只能忍气吞声 承诺自己会把情妇输给善美的钱 全数补给公司 六指这才作罢 此时医院里 姐夫把戒指重新戴在姐姐手上 她认真的模样 让善美动容 就在她想办法 要去找六指上后时 小泽已经先她一步找上门去 老板威胁她把钱交出来 否则就要砍掉她的手脚 小泽满脸不在乎 为了保护善美 小泽做好了必死的准备 可当六指真的用刀切开她的手腕时 她的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流了出来 此时的大佬巨大心还不知道 她是自己的女儿 见她哭了 竟还想把她的眼珠子挖出来 直到六指扯掉她的衣服 露出了里面的纹身 巨大心一脸的不可置信 事到如今 妇女终于相认 面对女儿 巨大心满心愧疚 听到小泽质问她 为什么这么多年 一直没去看母亲 巨大心沉默了 其实她并非无情之人 只是这些年 她身不由己 为了弥补女儿 她决定放弃被扇美赢走的钱 面对父亲的请求 小泽拒绝了 而面对大哥对女儿听之认之的态度 一旁的六指有些不耐烦 居然想把公司的钱当成礼物送给女儿 既然大哥老糊涂了 那她也就该退位了 此时的小泽来到扇美家 事到如今 见过父亲的她 已经看出对方有苦衷 血浓于水的亲情 使她决定放弃报仇 她想要拿着那笔钱 带着扇美换个环境生活 扇美知道 小泽是真心为她好 但她也有她的路要走 然而小泽并不知道 早已对大哥不满的六指 在她走后不久 这早机会除掉了大哥 而且六指还拍下大哥临死前的视频 要发给小泽 因为她最终的目的 还是要把钱拿回来 可这时 她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而这个人 正是命令六指 伤害扇美家人的顾客 谁能想到 这个顾客竟能掌控一切 她利用摄像头 拍下了六指谋反的罪证 不过在威胁她的同时 还给她打了一笔数额不小的钱过去 毕竟 最后对付扇美的狂欢宴会 还得麻烦六指来收尾 男人的命令让六指很不爽 但收钱办事可是她的原则 四天后 扇美送小泽去机场 面对小泽的再次邀约 扇美还是选择拒绝 二人在机场恋恋不舍的分手 但哪知 二人刚分开 就分别收到一段视频 小泽收到的是父亲被杀的画面 扇美收到的 则是姐姐被人挟持的画面 而发送视频的 不是别人 正是六指 她要二人带着钱 来到自己指定的地方再赌一场 由于同时收到六指的死亡邀约 刚分开的两个人再次碰面 两个人霸气登场 面对狡猾的六指 他们毫无巨异 反倒开诚不公 抛天的杀意 让整间无子的气氛瞬间降至零点 来之前 他们已经把钱藏好了 一手放人 一手交货 这是他们的原则 所以六指也想出了更加公平的解决办法 那就是赌博 面对这样赌钱又赌命的六指 赞美和小泽没有放松警惕 果然 六指要拿来用的牌是假牌 没想到 这些职业毒手的尊严 还不如厕纸干净 于是赞美掏出了完全干净的真牌 既然要赌 那就堂堂正正地赌一场 那场战斗从一开始就很胶着 讨厌的不光是同伴间的信任 更是独守能否有强大的心理素质 老板拿出了十足十的本事 让出来的四张牌 已经打出了同花顺的气势 即便六指选择了跟住 但赞美还是看穿了他们的把戏 老板明显是在放水 他是想把筹码全都让给六指 而一切正如他所料的那样 虽然没能阻止 老板成功把筹码转让给六指 不过赞美也并未伤到根本 但赞美的形势依然严峻 但好在小泽很快看清了形势 第二局他选择炸牌 这样逼六指弃牌的同时 他还能把自己的所有筹码转让给赞美 这下筹码不够用的 反倒是六指了 但六指也是个出签的高手 在没有优势的时候 出签就是他的优势 虽然他的筹码不够 但如果加上赞美的姐姐和姐夫 他就能和赞美达成公平对等的局面 明面上 六指的牌大于赞美 原则上 只要不让赞美弃柱 到最后 这场赌局他一定会赢 如今的赞美进退两难 现如今 猜出六指所想 就成了破局的关键 想通一切的赞美不再犹豫 他选择all in 既然六指要一局定胜负 自己就给他这个机会 眼看赞美终于下注 六指会心一笑 既然如此 那他留在医院 四季准备对赞美姐姐不利的老板娘 也算圆满地完成了牵制赞美的任务 听着电话里 老板娘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一旁的老板咬牙切齿 临近最后关头 赞美终于意识到不对 刚刚洗牌的时候 他就发觉少了一张牌 回想刚才的牌局 他猛然发觉 六指手里一定还有一张黑桃A 而他手里的K不可能赢过A 见赞美有些焦躁 六指得以洋洋 当赞美的底牌露出来的一瞬间 六指惊呆了 那正是自己弃用的那张红星圈 他满脸不可置信 殊不知 早在赌局开始以前 赞美就已经设局藏了一张牌 出签的精髓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只要他先发智人 就算六指想换回红星圈 那也来不及了 六指恼羞成怒 先翻了桌子 果然装作斯文人 他还是办不到 现在的他 只想马上把扇美大卸八块来卸份 但手下人却没有动 如果说六指杀掉 结拜大哥 兄弟们还能服他是因为钱 那么现在他出签却还输了个底调 就绝对失去了身为大哥的尊严 老板嘲讽他 不管是谁 在公司惹出事端 就必须要有人去负责 这句话现在他可以原封不动地还给六指 到最后 连一直跟在六指身边的小弟都看不下去 主动选择给姐夫松绑 如今的六指重判清理 等待他的只有小泽和善美的怒火 但身为女人 跟男人有着天生的体型差距 眼看小泽败下阵来 善美拎起板凳砸在六指身上 可这也只是吸引仇恨罢了 但聪明的善美 随手在地上捡起了板凳的残骸 然后狠狠插在了六指身上 眼看善美就要赶尽杀绝 六指终于道出实情 谁能想到 只使六指伤害善美家人的罪魁祸首 真实目的 其实是想要向善美的父亲复仇 虽然男人已经死了 可报应绝不能断 谁叫他们是家人呢 而留下善美的理由 其实很简单 看向自己一直敬重的姐夫 善美突然明白了什么 只是一瞬间 她的世界就崩塌了 果然从一开始 她就错了 不应该纠结是谁做的 她要找谁报仇 而是应该想一想 为什么会放过她才对 而从头到尾 只有那个男人一直在她身边 冷眼旁观这一切 女老千翻拍自韩国同名漫画 是韩国知名导演李之胜 指导拍摄的犯罪动作电影 这部电影选材相对比较新颖 遵循韩国犯罪动作电影的剧情模式 但是有些过于俗套和按部就班 而且有些场景不太符合逻辑 像是杀人不眨眼的老大 居然能够规规矩矩 赌博定输赢 还有手下的小弟 说叛变就叛变 最后被手无寸铁的女人说杀就杀 电影最后给观众留下一个悬疑的猜想 那就是姐夫复仇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而如果想知道的话 就只能等下一部续集的拍摄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